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Opensource这个事情呢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interesting的事情 然后我刚才听了Rich's talk I think it's very wonderful because I guess my talk shared some of the same idea with you 但是我今天讲的可能是用中文讲 因为我们在做的很多朋友是中国人 然后我会用中文讲一些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 会跟Rich讲的差不多 然后有一些东西呢 是比较中国话的一些事情 然后大家刚好可以从不同的这个方向 然后去看待这个开源啊 包括所谓的个人成长 或者是Korea这些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talk about the open source时候 it's not just about the open source self we can talk about the culture or about the technology also including the Korea and about or the self-growth all the stuff so that's all the key points of my talk yes it's my background I'm Trista it's my English name but in China here my name is the潘娟 然后我现在呢 是在Sephi EIS做联合创始人间CTO 然后这个startup company it's come from open source projects 那就是那个apache sharing Sophia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开源的商业化的公司 所以我可以从open source的角度 也可以从商业化的角度 来跟大家去谈谈 哦那为什么这个open source的事情是蛮有趣的 而且是很有价值的 然后第二块呢 因为做open source也蛮很长时间了 所以在这一块 也在apache做正式的member和incubator的mentor 去辅导一些其他apache的项目 包括有一些项目像brpc啊 或者是hugegraph啊 或者是age 也是我帮他们去从这个孵化器走向这个toplap project 当然有一些项目还在做孵化 另外呢 就是因为在database这一块做了蛮久的 特别是distributed system 所以呢 也会跟AWS有一些合作 好 alright 那么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分享 一共就三块 第一块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源 还有商业化的事情 然后第二块呢 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开源 或者商业化一些有价值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想去做一件事情 那一定是因为 there is a motivation 我们是有动力 有动机去做这个事情的 那这个话题 如果谈到open source 和我们的职业生涯发展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动机能够让我们持续去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说短暂的有一个爆发 但是如果你想在一个领域内能够生根 那一定是有一个动力能够让你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说我如何去做我如何加入开源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 为什么你要参加这个事情 因为只有当这个问题解决到以后 相当于在你的脑海中去种下这个种子 剩下的时间和剩下的事情 是你怎么去figure it out 你怎么去找到方式去参与其中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比如说都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小白 但为什么你能够能够不顾一切的去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让你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这个动机是蛮重要的 然后第三块呢我会介绍一些方式 能够帮助大家去加入到这个open source里面 方式有很多 然后今天我只是list一些其中的一些部分 还有一些部分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探索 第一块呢就是关于这个Apaq的open source project 还有这个商业化的事情 因为大家说现在我们做open source 或者是玩open source 大家觉得它蛮有意思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每一个角色他会有自己不同的责任 或者有自己不同的驱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Apaq整个的列表 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很成功很优秀的项目 这些项目呢其实大家既然都在做互联网 一定像这些项目去支撑了我们很多的业务的去发展 就这个在open source层面 在这个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在其中当中呢 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open source的community 或者project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 变成了很多商业的公司 那其实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open source不单纯是说只是一个culture 或者只是一个文化的事情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有这个利益性的东西在其中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专门一些customer 他就是需要一些商业的服务 那OK那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在open source上去赚钱 这不是一个我们不能谈的事情 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认为 我觉得open source或者technology 非常有趣 我很享受其中 大家也可以参与其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下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同社区的 不同的这个story故事 因为刚好我这边是Apache-Sherling Sophia的PMC 然后也在Mentor,Apache,Huge Graph 还有BRPC和AJE这三个项目 好像都是跟这个 OK 所以呢我来分享一下他们社区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用这种example的方式 帮大家去说明一些事情 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 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发生在我们周围人的身边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第一块呢是我们说的open source的价值 因为刚才说了 我们参与在这个open source的过程中 有不同的角色 那有的人呢可能是学生同学 然后有些人呢可能是这个一个职员 还有人呢可能是一个公司的manager 那对于我们学生群体来说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呢 是第一个 是我在学生时代没有享受到的这波红利 就是能够真的通过open source的方式 去帮我找到我职业的定位和我的兴趣点 就大家你仔细在想自己接受的教育 或者我们现在同学接受教育 好像就在按部就班 然后几年小学 几年初中 几年高中 然后就毕业 然后所有人没有想过 就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外来是什么样子的 好像钱多就是唯一的标准 对吧 但这个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 至少对我来说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在做的就是 你给我制定了一套程序 然后我把它跑完就OK了 然后就game over了 这个我觉得 但是现在看来就觉得非常的枯燥 如果所有人的人生都是这样一个copy的模板 那干嘛还要很费劲地去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它总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生活或者让自己人生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open source它其实是给了大家 尤其是学生同学 一个方式 能够让大家一线地接触到现在在发生什么 无论是我们说的AI 或者是我们说的big data 我们说的任何事情 至少他们是有这样的机会 去直接和已经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和这个领域的职员 和这个领域的爱好者 大家去share这个想法的 并且它在这个playground的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去享受这个事情 或者是学习这些事情的 而不是说我永远躺在一个封闭的地方 然后今天上语文课明天上数学课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但因为我看到包括像share in sphere社区 还有比如说像大家知道skywalking社区 那很多小伙伴们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觉得 我除了我的正常的上课之外 然后我有很多的途径和方式 能够让我知道 比如说我们说的一线的厂商 阿里 腾讯 字节 他们在用这样的技术服务于他们的客户 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感受到它的价值 我所做的 我coding了每一行代码 有可能被其他同学去用 甚至有人去帮我review了代码 就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中 它会让自己觉得 我的这个learning的过程 不是一个痛苦的 为了应试考试的东西 它感觉到我是真正感受到 它的价值所在 然后我创造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愿意继续地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很持久的动力 而且这个是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们真正步入职业生涯过程之前 先做的一个锻炼 也许你发现 你进了职场发现 那我进入职场做的事情 好像跟我在学生时代做的事情很相似 因为我已经提前做了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对于我们的学生的同学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并且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会认识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有经验的导师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去奔跑 那一定是死最快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希望找到一个 至少是上升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industry 那谁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指导意见呢 我觉得在这个open source的过程中 大家碰到了一些人 碰到了一些事情 它会触发我们去找 我们的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对同学来说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那种的case 就是那个同学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应该是来自西里兰卡 还是哪里的小伙伴 然后他就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然后当时参与 Apache Share in Sphere社区 然后他就说 那我对这个database还蛮有兴趣的 我想参与其中 然后但是我是一个新手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个一个seql 好像怎么就到了一个这个数据库里 就能被解析啊 然后就能被这个识别之类的 然后他当时加入社区的时候 我们真是从零开始去教他的 然后他从零开始去学 然后完成了整个这个暑假的这个 他当时参加是google summer code 然后完成之后 他就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就是学习到这些东西 他反过来还能指导别的同学 去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成长 然后包括后来 我们还专门写了一本英文的书叫 一本英文的书专门介绍Apache Share in Sphere 然后我们还邀请他去做这个reviewer 帮我们去写这相关的这个评语 就这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的 以及创造到的 以及收获到的 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reputation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帮助他在这个学生时代 就建立了这相关的知识的体系 以及说他的这个职业的这个resume 这个简历上写得也很漂亮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蛮有意思的case 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呢 包括我们底下那个同学 也是Apache Share in Sphere社区同学 他呢原来是在北京中国这边 然后毕业了业之后呢 找到一个工作在做 但是后来他发现就是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还很年轻的小伙伴 然后他就是说 那我就做一些开源吧 刚好就也机缘巧合 做了Apache Share in Sphere 后来他坐着坐着 突然就有一个想法 他说我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 然后他果断辞职 然后去读研了 他说现在应该在新西兰 去读他的硕士研究生 他又觉得说 那我通过Open Source 我发现了一个Global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所学到知识 不满足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去选择到我的 另一个人生的方向 无论他是对是错 至少这是他自己意志的选择 所以我还蛮祝福他的 这个应该是Open Source 给他带来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没有这些事情 他可能就很正常地 过完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 然后这个呢 是对于我们学生来说 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今天参会的同学 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人员之外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学生群体 如果说他们能够看到一些事情 在这个大会当中听到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然后能够改变他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以及很有价值的地方 还有一块呢 是关于我们的employee 就是我们的一个员工 那一个作为一个员工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开源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这个文化当中 996已经很正常了 对吧 然后能够在自己996时间之外 然后还要去参与开源 去做一些事情 那一定是因为对他有价值 我说的价值 不仅是这个功率的价值 也包括这个精神上的这个价值 因为对我而言 其实我最开始参与开源的时候 就是觉得他很有意思 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developer 然后我也去coding 然后我发现coding的事情呢 是能够解决公司的一些事情的 但是我发现 我把我遇到了问题 去另一个开源的项目 另一个开源社区去做交流 去做沟通的时候 你会收到很多不同的这个feedback 然后这个会让我觉得 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这个里面 你其实不光要把自己 局限在很窄的一个领域当中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机会 去跟大家去做交流 交流我觉得还是能够创造 很多很多有意思 以及有价值的这个idea的 因为我就是始终相信一个人 他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 他一定是通过遇到一些经历 或者遇到一些事情 然后能够让自己 发生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尽可能的 在你觉得迷茫 或者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还是要多跟大家去聊一下 那除了这种很精神 好像看起来没有很现实利益的 这种价值之外 我觉得另一块呢 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 是学习一些新的技术 以及说能够让我们有一些 professional的这个机会 学习新的技术 我觉得跟学生那个差不多 因为就是有很多同学 就好像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有一天部门就突然裁了 然后自己就走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没有准备 那我觉得我们如果说只是为了 从功利性的角度来预防这些措施的话 预防这些风险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要考虑 我能不能提前去学习一些技术 因为大家知道在IT这个领域 技术革新太快了 我们必须的时刻的writing 然后为了下一个这个技术的到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曾经过参观一些opensource 因为大家知道 就是你很有很多方式去学习 比如说我们去听一些课程啊 听一些分享 我觉得也OK 但opensource它是一个动手的东西 它是一个交互的东西 所以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你get到这样一个新技能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对于职业的同学来说 然后包括是帮我们找一些职业的机会 就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同学 他是我们公司的职员 现在是南京的developer的研发负责人 然后也很年轻 其实在我们原来时候呢 我们还在京东 然后做opensource 然后这个同学呢 就是他们的公司是用了这个项目 然后说趁自己的这个周末时间 就会参与到这个community当中 然后做一些contribution 然后当时我就 我是通过他写的代码 发现这个人很靠谱的 对吧 大家现在在招人会觉得很痛苦 就是简历上说的是A 结果实际做起来是B 对吧 但是这个同学 我甚至就是他来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的招聘我都没要他的简历 因为我相信在我跟他做opensource互动的过程中 我发现他的代码的提交的质量 和他的靠谱的程度 足以让我认为我不需要一份简历 去证明他的价值 这就够了 然后我就直接说 我说我们出来创业 然后我需要搭建这个team 然后你愿不愿过来 然后当时南京就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他一个人 你想像一个drop的光丝 他肯定会担心 然后跟我讨论好多遍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 我说这个事情 首先看你感不感兴趣 其他我们都可以说 然后他会觉得 这件事情 我之前参与过 我觉得很有价值 然后很有意思 然后我想继续地以职业的方式 去参与到opensource的过程中 那我愿意接受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契机 然后现在整个南京的团队 都是他在带 当时他有一个人 然后自己坐在那个租的办公位置上 就他一个人去工作 那现在整个南京team建立起来了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说 我可以有机会去找我这样下一份工作 或者下一份职业 毕竟这个人才或者是职业是流动的 又不是说我fix到一个点上 就没有办法去选择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包括其实现在 我们在看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找人 或者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 都会说 那我相不相信这个人 信不信赖这个人 然后他的这个职业的能力和素质 其实都是体现在他日常的过程中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去 找这个hunting 或者找这个人的一个方式 那总比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给了我一份简历说 我做得不错 我觉得这个概率会很低 所以这是 我觉得open source 或者人和人的connection 可以创造一些 这个professional的机会 当然呢 还有就是包括这个兴趣 我觉得兴趣这个事情 这个看个人 因为有些人会愿意为自己的 因为其实大家想要进去 比如说我gaming 我去玩游戏 或者我去跑步 都是一种兴趣 那为什么这个 大家说到职业就会觉得很痛苦呢 其实从我来看 我现在能做的是说 尽可能让我的职业 它是一个很有趣 很有价值的事情 至少不会让大家觉得 我今天又要上班了 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至少你觉得 自己是在创造一些事情的 否则觉得很boring 这个career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职业的同学 可能考虑的 还有一块呢 是对公司 这块和瑞士分享的 有一些相似 我可以简短地说一下 其实说到公司 我觉得因为刚好 我们也是在做 这个startup的公司 然后对我们来说 可能open source的 这样的比重会更多一点 当然这个open source 对不同类型的公司 它的重要程度不一样的 就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 那可能对一个 比如说跟open source 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做一个app应用的公司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 再谈open source 因为没有价值 人家也不会关心 但有一些大厂 那他们可能会从 他们的公司的利益角度 去考虑open source 比如说 那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去在商业化上 做一些变现 可不可以让我们 提高我们整个公司的 品牌形象 或者可不可以 在招人的时候 有一些优势 大家知道这个talent 是很重要的吗 再比如说 有没有可能说 让我通过一些 open source的这个项目 然后让我的这个 刚才也提到 就是整个的这个 依赖或者是依靠 它是稳定的 是坚固的 不会出现 某时候它断掉的 这种情况 所以情况有很多 大家都是在不同程度 去参与到open source 而且说到open source 或者是说到 我们去商业这个东西 我觉得 它是一个 统统重要的事情 因为比如说 像今天我们的大会 虽然说 大家能够再做到这里 然后一起去 talk一些事情 交流一些事情 但它的底层的是说 我们是有sponsor的 我们是有sponsorship 能够支持大家 做到这里 在这个环境下去听会 去参加的 我们没有办法说 做到纯就是 很open source 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它应该是一个 相辅相成 然后相互促进的东西 然后包括我们在做 startup公司一样 因为open source 对我们来说 比重就会很大 然后也非常重要 那其实我们的员工 大概有50% 现在少一点 40%到50%的时间 是在这个 Apache Sharing Sphere 这个community当中 然后除了我们公司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 因为他们大家 都要参与这个open source 也有很多的 其他公司的员工 他们也会参与过程中 然后当然 它参与的过程中 肯定不是为了 Sphere ES这个公司 它肯定是为了自己的 比如说我要研发呀 或者是我要支撑 我公司的业务啊 或者我为了 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啊 他们参与其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 对公司来说 它有不同程度地 参与到不同的社区当中 而对于一个社区来说 它会收到 不同公司的这个 pore requests 所以这就相互的促进 去进行发展 我们是希望这种关系 是能够平稳地 融洽地去进行 当然有时候 它不得不会打破一些事情 OK 所以这个是对于公司来说 它会关心的一些情况 然后最后呢 对于community 和整个社会来讲 我觉得对community来说 它很重要 因为今天它叫community 就不是说一个人 在主导一个项目 在自己写 因为不可能写完的 那么大一个项目 它要持续地去迭代 肯定不能写完的 所以说它需要很多人 能够参与其中 那这个呢 其实是跟我们 新加入的小伙伴 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加入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 那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我又不是一个developer 那我参与过程中 有人会搭理我吗 我要不要还是算了 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你相信 就是很多这个 优秀的社区 或者是在 持续发展的社区 他们是一定非常非常欢迎 大家加入的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role 比如说我是这个 我就提了一个bug 或者我帮忙去 回答了一些问题 就是你一旦做多了以后 一定会被人关注到的 其实我就是这样 发现一些 我认为社区很好的同学 然后我去给予鼓励的 真的是encouragement 去给予鼓励的 因为我发现就是 我们社区有一个同学 然后他呢 也不提代码 他干嘛 他就是回答 就是answer question 就是回答问题 帮忙回答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公司在用 Apache Shirt in Sphere 然后他用了以后 他又知道 他是一个bug代码 知道这个版本呢 这边可能有bug 然后下一个版本呢 这边得到修复 所以说他发现 有人问类似的问题 所以他就会主动去解决 然后他一次 两次三次 当他次数多了 我就知道 这个同学好像对这个 还蛮熟悉 我自己蛮了解的 后来我们就把他给 vote成我们的commeter了 因为我觉得 是要去鼓励他们的 为什么人家愿意 在自己有空的时候 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去也可能是 share自己的ID 对吧 你看我在这方面 有一些想法 我愿意去share出来 帮你去解决问题 至少我帮到你了 对吧 那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不能 给这样的同学鼓励呢 所以就是你要相信 很多好的 或者是比较成长的 这个community 一定是欢迎很多的角色去加入的 很多 比如说 我就是去写写文章 写写技术博客也是OK的 因为我们这边收到一个 一个Korea 就是韩国的一家公司 叫Delivery Hero 然后他们是用了 Apache Search in Sphere 在他的公司当中 然后他又写了一个 韩文的 Korea的一个post 给到我们 然后我们觉得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专门把这个 韩文翻译成了英文 因为大家又知道 英语 英语知道可能 大家都能不能了解 他就一步一步地介绍 自己怎么上线 怎么使用 然后怎么去 避免一些坑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那我愿意去帮助 他去做二次的传播 因为他产生了价值 我觉得价值应该得到认可 所以这是他的一些 很有意思的点 所以这个反倒是说 给我们很多 还没有参与开源 或者是想要参与的同学 很多的机会去加入其中 然后后面呢 是我们怎么能够参与 其实我们今天是 Apache的Conference Area Apache有很多很多 好多优秀的项目 然后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吧 那除了Apache这样的基金会 其实还有很多 可以供大家去参考 比如说CNCF Google Summer Code Linis Foundation 其实有蛮多的 如果大家就是 因为每一个这个Foundation 或者是Community 它有自己不同的风格 大家要做的是说 找一个或者尝试一个 找到你喜欢的风格 让你坚持下去 就是不要认为 这个Contribution 就是在消耗你 就是你要采用 这样的思想去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不需要做了 就为什么要找一个 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呢 所以我们是有选择权的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是有选择权的 就是你放弃它也是一种选择 大家就是一定要有选择权的 所以一定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项目 然后对自己觉得 有价值的项目去成长 然后包括我之前参加 那个Open Source India 他们是一个组织 然后经常会 他们有sponsor 然后会 比如说你参与多少 你解决多少个PR 或者解决多少一个feedback 然后他就会给你 发一些小礼品小礼物 然后好多同学就是说 我今天完成了这个指标 然后在推特上晒一下 然后顺便去领个礼物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是那个 Open Source India 包括这个Open Source Day 就这个 这个是专门为这个girls 就是为这个 主要是鼓励这个女性的 这个developer去参与Open Source的 所以你会发现 好多好多不同的 不一样的这个活动 其实等着大家去参与 所以就是经常去看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还蛮不一样的惊喜的 然后经常因为我们社区 参加这个Open Source Day的那个活动 然后刚好那个失去的原因 就我们的同学 社区的同学 就是晚上从凌晨11点 从11点 然后到凌晨这个6点 然后就是咱们这边的黑夜嘛 然后对方刚好是早上9点开始 然后就正常人家coding 然后我们社区同学就在那里值班 然后就觉得还蛮痛苦的 这个时差的原因 但你会觉得很有趣 然后你会发现 大家就像进这个聊天室一样 然后大家在slack上 然后有些同学就进来了 我是这个新手 然后我想做这个任务 看能不能帮我 然后我们的这个community的同学 就帮他回答问题 然后有的是这个texting 就是敲字 然后有的人是这个语音 然后大家会发现 原来你做open source 或者是technology 或者你去学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是一个蛮有意思 去相互交流 然后做的这个意思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可以跟大家去推荐的一些 有意思的open source的conference 或者community 或者一些事情 大家可以去参与的 然后具体的呢 我也列了一些 一些这个points或者tips在这里 就是我们在选这个社区 或者是选项目的时候呢 有一些注意的点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可能要选一个稍微靠谱点的community 就怎么判断它靠不靠谱 其实大家看一下 它所做的事情 然后你去 我不推荐这个github 当然确实是在github 或者上面你看一下 它有没有做一些回复呀 文档呀 包括一些评论啊 还有它的下载或者是发版 其实这些基础的指标 是能够帮我们判断这个项目 OK 因为一个真正用心去运营的 或者真的想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它一定会在某几个方面 去做的会比较好 也许它可能没有人 没有办法去写文档 但至少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discussion会比较的火热 对吧 那有些人呢 会更关注于写文档 他可能这个 自己的这个官网设计就比较糟糕 那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点 但是你在去对比的时候 你发现 有些地方它还是做得很好的 如果它符合你的价值的诉求 或者是兴趣的诉求 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参与过程中的 因为就是一点 就是今天我们 我说了很多 讲了很多 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首先得从认知上我们发生改变 否则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run下去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还是得行动起来 就是哪怕你去看一下 总会有一个trigger事情 能够让你去 让它产生改变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后面呢 大家也可以根据这边的这些tips 然后做一些这个参考 然后右边那个是我用chatgpt 帮大家去ask the question 就是我是一个新手 然后这个 我可以以什么样的这个身份 参与到这个community当中 然后大家看到 chatgpt给的还蛮全的 都不需要 我再讲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 有什么translator 我做的翻译行不行 我是一个翻译的 对吧 我是学法律的 我能不能提供一些 法律的一些咨询服务 对吧 然后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做这个bug reporter 或者tester 我是做测试的 对 我可以帮你去测一测你的系统 我帮你发现一些问题 那这个很有价值 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 document writer 我可以写一些文档 所以大家会发现 在这community当中 不是说只有这个developer 或者是coder 他可以去做事情 很多地方有很多事情 都是可以做的 而且非常的欢迎 因为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committer 一个海外的committer 是靠什么被提成committer呢 是他靠这个改文档 就还不是写文档 他就是说 因为我们从这个 中文的翻译成 这个英文版 肯定有一些语法 不通的地方 对吧 有一些typo 对不对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看 他就是看 然后改 然后就专门改文档 然后变成committer 然后他说 我在这过程中 我为了能够改好 这份英文的文档 我是要去学习 什么叫database 什么叫distributed system 这是他为了完成目的 他收获到了技术的能力 大家不要说觉得 一个写文档的 有什么有价值的地方 你要知道 现在找这样一个 符合人才 又懂技术 还能写文档 还能做translation 这样一个符合角色 太难了 所以这个是 他在这个过程中 就无意地 就get到这些技能了 他有刻意地说 我要去找个培训班吗 没有 对不对 他就是就参与 然后就学会了 所以没时间了 这个time is up 然后今天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大家 后面呢 OK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再交流起来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